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老龄化严重 高素质 牵制中国这样的标签 那么 生活中的日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会注意到人文素养 住宅区没有汽车的鸣笛声 垃圾分类细化 厕所干净 服务行业更加注重细节 列车开设了女性车厢 你会体会到国民性矛盾 是在举与刀中已经有了深刻分析 你也会有疑问 为什么日本的犯罪率很低 但自杀率和抑郁正多呢 为什么小学生 甚至是大学生都习惯用铅笔呢 为什么女孩在冬天都是穿着短裙呢 为什么日本流传有很多的都市传说呢 本期 日本都市传说第二集 带你领略更多日本的恐怖文化 日本当地著名的怪谈 你是谁被综艺节目看中 于是 剧组工作人员开始实验这一桥段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实验对象居然发疯 最后不知所踪 工作人员更是在录像中发现了非常惊悚的画面 事件起初是工作人员联系到了丽景 希望她能够接受这个实验 实验成功后会给她一百万日元 实验第一天 晚上 丽景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喊十次 你是谁 这样的问题一直持续了一周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两周后 在实验的第十五天 她都能够很好的思考 实验第十八天 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了 丽景开始每天吃泡面 神情恍惚 就连回答工作人员都显得怪怪的 工作也做不好了 甚至 突然开始啃食铜面包装 在这之后 丽景和众人失去了联络 第二十天 工作人员在丽景家里 发现了一盘录像带 录像中 丽景似乎是自己一个人在实验 嘴里不停地重复 你是谁 实验第二十五天 丽景的状态更加不稳定 实验第二十七天 丽景衣衫不整 精神不太正常 节目最后提示 丽景在最后三天的录像记录 会给观看者带来深深的不安和恐怖感 请慎重试用 不加油 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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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音楽 老板 本音乐 涡轮婆婆又一座高速奶奶 传说 这是一个存在于高速公路的妖怪 在日本六甲山附近出现的老太婆形状的幽灵 据说 经常在高速公路上以飞快的速度奔跑 如果追赶的话 会发现老太婆的背上贴着一张写有TURBO字样的纸 涡轮婆婆的传说在当地是很有名气的 相传 在一个深夜 当地一中年男子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没过多久 好像听到车子后边有什么声音 男子下意识地透过反光镜 看看是不是有车子 但是车后漆黑一片 什么也没有 可能是错觉吧 男子心里这么想着 就重新关注前方路面状况 突然咚咚两声 有人在敲竹架的车窗 他扭过头一看 居然是一个年迈的老婆婆 正在以和车子同样的速度奔跑在高速路上 老婆婆冲他笑了一下 便立马超过了车子 有一对夫妇买了一栋洋房 那栋洋房通风良好 日照充足 交通方便 最重要的是 价格还十分便宜 因此 那对夫妻很快地就搬进了那间洋房 没过多久 皈依的事情发生了 男主在走廊里 发现了一只红色蜡笔 可夫妻两人并没有孩子 男主虽然觉得很奇怪 但转念一想 或许是上一任房客所留下来的吧 就随手把蜡笔丢在了垃圾桶里 几天后 这次换妻子在走廊上捡到了这只红色蜡笔 男主很奇怪 他明明丢掉了 这一次 他还特地把蜡笔丢到外面的垃圾场去 没过多久 两夫妻又在走廊发现了红色蜡笔 这附近应该都没有小孩子 而且 这的确是同一只红色的蜡笔 夫妻俩觉得很怪异 开始调查蜡笔掉落的区域 仔细检查发现 附近一处墙壁上 有水泥涂抹过的痕迹 于是 夫妻俩就请工人砸开墙壁 里面竟然是一间空无一物的小房间 飘着一股易丑 用手电筒照过去一看 房间的墙壁上 用红色蜡笔写满了 妈妈对不起 放我出去 这是在日本女性之间 广为流传的 很有名的一则都市传说 有一名女学生为了戴耳环 决定在耳垂上穿耳洞 由于她不敢自己穿耳洞 就找朋友帮忙穿 结果 穿耳洞的过程 似乎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可怕 才一会儿功夫 就很轻易完成了 耳洞穿完之后 照镜子的时候 女孩却发现 耳洞里面 跑出来一条白色的线 结果 她一拉这条线 四周突然变成了一片漆黑 她吓得大叫 是谁把灯关了 那条白色的线 其实是视觉神经 女孩把视觉神经拉断 从此失明 科技进步 各种偷窥事件频发 保护隐私不被监控 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议题 见戏女的妖怪传闻 也是因为恐惧隐私暴露 从而衍生出来的 传说 有一个男人自己一个人住 直到有一天 他感觉屋子里 好像有谁在看着他似的 但 看看周围 除了自己 什么人也没有 可就是感觉被一双眼睛盯着 而且 这种感觉与日俱增 越来越强烈 男人觉得 说不定有人正在偷窥他的私生活 他把窗帘拉上 开始满屋子找 看看有没有监视器 或窃听器什么的 最后 终于找到了原因 在柜子与墙壁紧挨着的缝隙里 有一个女人 一直在盯着他看 日本有很多都市传说 都是发生在厕所里的 比如 鬼叔曾经讲过厕所的花子 但是 你有听说过 红纸 蓝纸的都市传说吗 某天深夜 一名男生如厕过后 找不到卫生纸 于是 试图求助 突然从旁边的隔间 传来了声音 你掉的是这个金斧头呢 还是这个银斧头呢 这么有点问题 你想要红色的纸吗 还是蓝色的纸 如果你回答红色的 就会被切成碎片 如果你回答蓝色的 就会被勒死 据说 如果你想要逃过一劫 正确的方法应该说 我不用纸 用手指就好了 日本的都市传说非常之多 第一季中 我们还讲述了 如月车站 猎口女怪谈 厕所的花子 八尺大人等等 类似的作品也有很多 如白鬼夜行超 怪谈新耳带 世界奇妙物语等 这得益于 取之不尽的妖怪文化 如专门舔食 澡堂污垢的妖怪 够长 鸟头人身 卓有龟壳 能以辟的力量 飞天的河铜 红面高鼻 身有双翅 能以缩衣隐形的天狗 很多日本妖怪的原型 都来自于古代中国 本土化 使得这些妖怪 有了新的特色 你能举出 三个日本的妖怪吗 如果举例 中国的三个妖怪 你最先想到的是谁呢 本期结束 下期 回童年系列之 猫和老鼠 不见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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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